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这成为了多少个家庭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这句出自方方日记的名言 现如今依旧在描述着这场新冠疫情带给我们的悲惨世界 当下中国多地疫情爆发 尤其是金融中心上海沦陷 不得不采取封城政策后很多人的生活立刻陷入了绝境 有些人在这个时代还不得不经历挨饿 有些人经济上出现重大危机 更有些人甚至直接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这几日一篇名为上海疫情中一位清华校友的非正常死亡的文章 在朋友圈里流传 在文章中清华校友硅谷海归李女士 在上海某康复医院就医期间 因突如其来的疫情管控 导致无人护理而去世 随着纪念她的文章越来越多 一位财情飘逸的淑女形象浮现眼前 生于1973年的她 从北京史家活动小学 北京二中北京四中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一路走来 绝对是别人家的孩子 毕业后留学美国 并且在硅谷工作育有两个孩子 直到2018年 李女士与丈夫从硅谷回国创业 去年不幸因突发脑浴血 住院治疗 本来生活已然不幸 结果又遇上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新冠疫情 李女士去世前 一直在上海的一家康复中心接受康复疗养 然而上海疫情突起 三月底防疫管控措施加强 李女士所在的康复中心发现有阳性病人 所有人被要求隔离 包括护理人员 丈夫希望与妻子一起隔离 但被拒绝了 李女士虽然意识清醒 但因病尚未恢复语言功能 且无行动能力 极度依赖护理人员的精心护理 比如做吸弹等必要措施 护理中心承诺会另外安排护理人员 但实际情况是 一个护理人员要同时照顾十几名病人 根本忙不过来 于是在仅仅一天后 因为李女士没有语言能力 无法呼吸 弹堵在气管 窒息去世了 而家属只是接到了通知 李女士死亡并已火化 从这一系列的操作 其实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李女士的生命 根本没有得到英勇的尊重 这其中护理中心 有着不可推荐的责任 但与此同时 毫无人情味的封控政策 也是李女士丧命的直接帮凶 除了李女士的不幸遭遇外 其实微博上 有很多类似的求助信息 比如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 患有糖尿病高血压 等一系列基础疾病 可是因为全程封控 基础生活设施面临瘫痪 现如今甚至连吃药的饮用水 都没办法得到保证 再比如一位常年 需要进行血液透析的病人 进医院后被检测出来阳性 结果直接被拉去隔离 说到集中隔离的医院在做透析 可等待超过24小时 依旧没有得到妥善安排 对于需要透析的病人来讲 时间就是生命 耽误一分钟 就有可能直接送命 除了上述因封控政策 疾病得不到医治而失去生命的不幸者 还有一些因为失去生活意志 而放弃生命的可悲案例 4月1号 有上海房东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自己的一名租客 一个90后硕士研究生 毕业已落户上海的姑娘 半夜从出租屋窗口 跳楼自杀 这个姑娘最近在朋友圈感叹入不敷出 自称穷疯了要发疯 她的邻居透露 被封控的十几天里 她的精神状况已出现明显的异常 根据上海市卫健委4月4号通报 上海在前一天新增425例新冠肺炎 本土确诊病例 和858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目前总共约有7万例感染者 超过9成为无症状感染者 但官方依旧坚持动态清零政策 3日全市进行抗原检测 4日全市核酸检测 而在此之前 上海以黄浦江为界 已对浦东和浦西分别进行封控管理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4月2号到达上海 并与专家座谈考察方舱医院等地 他强调 要坚持所谓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 以快知快 遏制疫情蔓延 就在孙春兰抵达上海当天晚上 位于浦东新区的上海最大方舱医院交付延收 床位超过15000张 4月3号 上万名外地医护人员也相继抵达上海 部分就入住在方舱医院 就目前网络上流出的信息来看 上海官方的严厉封城措施 确实引发了一些民众的不满情绪 有位一直在上海从业的知名记者网上撰文 分析上海的全域静态管理 是在封城下实施的计划经济模式 是防疫过程出现混乱的症结点 确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上传到社交媒体的视频画面 很多被封闭隔离的小区 有关单位会分配一些生活物资 但大家在领取时 确实会出现一些抢夺的混乱局面 在生存面前 哪怕是上海这样的超级大都市 也会出现失去秩序的场面 这也是人之常情 不管怎样 每个人都希望疫情能够早日结束 还给大家一个安宁的世界 但在他离开之前 我们依旧要最大可能性的保持正常的生活秩序 毕竟现如今新冠的致死率 可能远远比不上一些 类似于心血管疾病这些来得快的急症 如果我们能够灵火掌握封城政策 很多悲剧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完美避免呢 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并